大家可以讲一下 来我们红花超市的感受吗 现在有很多粉丝在台下的感觉是不是 哈喽 大家好 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在释迦堡中间 最多货源 价钱最好的超市 欢迎你们 今天我知道你们是一个礼拜里来很多次 但是这一次来 红花做很多理解的特价 你看我们在很多很多货架里面的 东西都是很便宜的 很特价的 以后每天 以后每天都要来 来红花 杰里斯 你应该来的地方 是的 是的 今天展哥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刚刚展哥真的好热情 我有点被吓到 但是还是蛮喜欢的 对对对 所以展哥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今天大概会做几道最好吃的菜吗 OK 做好吃的菜 做好吃的菜 第一件事要来红花买东西 什么东西都好吃的 因为你们来红花是你的幸运很广的 好了 因为我知道在现在我们红花超市里面 有人讲国语的 也有人讲广东话 但是对我来讲 我讲广东话比较方便 所以我先讲广东话吧 好 谢谢你们来红花超市 因为你们是很精明的消费者 你来红花超市 各样材料各样食材是有保证的 第一 价钱有保证的 第二 货质的质量有保证的 OK 我也帮李錦记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食品示范 这次也有李錦记的好的伙伴 我们今天做了几道李錦记的菜式 是的 我都在广东话讲了 OK 你可以讲果语 因为你已经会表我考虑了 是的 我旁边这位美女都可以提供果语 好 今天也是在红花超市给大家提供 这个果粤语的收鱼服务 那么现在我们的宅哥 民主宅哥需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的名称是香肠腌肉虾卷 对不对 对 是的 我们今天就要介绍一个 就是腌肉虾卷 当然 知不知道红花买虾在哪里买呢 在那里 你们在红花选择好的虾 也可以用一些烟肉卷 我今天做这个就是橙的烟肉虾卷 当然是用李錦记的酱 OK 我用李錦记的酱 我们知道李錦记有200多个酱料的产品 介绍不了那么多的 我也忘了那么多的 但是不要紧 随手拿来都是适合煮的 我今天本来介绍一个李錦的香橙汁 因为太好卖了 昨天卖了 好了 我今天将酱料改变了 因为随手拿来 李錦的任何酱料都是适合煮的 我今天用了一个泰式甜辣酱 也会用一些香橙汁 替代了香橙汁 好了 材料呢 我说有虾 有烟肉 也有放一些甘筍进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煮菜是看你心情而定的 不一定要限制用哪种李錦记的酱 今天我想用这个泰式甜辣酱 这样就可以用了 是不是 每天都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风味 还有李錦记有二百多个酱料 其实每个酱料未必适合你 但当然有一个你喜欢的 所以随手拿来 你喜欢配什么都可以的 我们今天用橙汁 其实配橙汁会更好 但不要紧 因为现在比较新鲜 也流行泰餐 所以我用泰式甜辣酱 你拿着咪高峰我一边做 好的 我一边做一边说 好的 现在我首先把橙汁打开 对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没关系 如果橙汁打开 然后我们先切橙条 我们切橙条出来 然后预备用来包蝦 好了 分量不需要太多 是 没关系 我们把一些生粉放在砧板上 然后放一些烟肉 卷一只虾 我们的虾为了好看 我们留下头 也可以留下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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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我们可以塗浆糊 将生粉黏在里面 腌肉就不会再弹开 所以中间是放点生粉的话 这样就可以把各种食材都联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 真正开始煮的时候 后来它们就不会整个卷散开 这个不好的状况 就不会发生 好了 我们卷了之后 再撒一些生粉在表面 将它拍拍它 先把它按下 按下它 按下它之后 变成虾就不会移出来 好 好了 那我们现在的情况 先开炉 好了 等到煎盆热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虾放进去煎 先把煎盆热了 先烧热了煎盆热后 就可以放些油进去 我们现在就放 因为腌肉也有少少肥的 所以我们就很少油已经够了 好了 我们把它砌进去 好 我们刚才也做了两个 其实煎这些也不需要很大火 因为要大火 烟肉不会熟 哦 是这样的 是 好了 好了 我们趁这个时间 有工作人员帮我清洁了这个 先 好 有请工县人员帮我们载个一下 清洁了它 我帮你 好 好 好 我们看到在煎盆热的期间 是不需要大火的 好 令到那些烟肉会煎得香透一点 好 好 是 所以火候方面就是用太大的火 是 所以这样烟肉反而更容易熟 所以再给大家这个小吃 对 好 其实在煎盆热的期间 我也介绍了 李甘忌有很多不同的酱料 有香橙酱 柠檬酱 泰式甜辣酱 很多很多不同的酱料 甚至我不喜欢吃那么多甜的酱 可以加其他不同的酱料 亦是用新的产品 是士拉菜 这种酱料也可以 我们看到前面也有几个不同的酱料 其实你喜欢加什么都没问题 就是根据各种不同口味 对 想吃什么就加什么酱 大多数的食材 还蛮免费的是不是 是的 我们看到刚才我拿了很少的油 它已经开始差不多 是有些油 烟肉的油是滲透出来的 所以腌肉的油慢慢滲透出来 所以刚才代表说不用加太多油 这个方法就正值了 是的 我们不需要加太多油 我这里加多一点点 这个方法就要加太多油 这些虾已经慢慢滲透了 是的 如果这个是很简单的菜 由头到尾 如果这个菜是做15分钟 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看到很有趣的 煎虾 一边有烟肉的虾油 一边慢慢滲透出来 就是腌肉和虾的粉丝 就有这个食材的油 是 是 我们看到这样之后 我们可以反转它 我们看到这样之后 我们可以反转它 加了这个煎虹的颜色已经出来了 其实中国人很多时候 喜欢用锅铲去煮 但是如果你不用锅铲 用这个夹子一样是可以的 那我好像更灵活一点 是的 你容易处理一些 是的 我有时用锅铲去煮 很有功夫 是 反而 我现在把虾熟那边 全部反转它 真的不满螺色 有螺螺的糖色 是的 有胡萝卜的橙色 还有橙子的黄色 还有虾 很红彩缤纷的一道菜 站在前面的朋友都闻到 很香的香气在这里 是 其实我真的很老 是 其实我们这样 将虾再慢一点 慢慢去煎 煎至虾和烟肉金黄色的时候 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 将它铲出来 蘸一点酱也可以 拌在一起也可以 可以的 这个酱可以后继在加酱结果的时候 煮的时候 放进去 就是看你喜欢的食材 我们看到开始金黄色 我们今次就会用这个酱 其实用这个酱可以直接倒进去也可以 如果用橙的酱也可以直接倒进去 如果用橙的酱也可以直接倒进去 直接把这个酱倒进去 可以直接倒进去 可以直接倒进去 要多多就直接倒进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这个酱的香气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 你这样几个泰式甜辣酱 应该差不多了 OK 可以加多一点也可以 OK 好了 这个菜已经做完了 你看到有金黄色 也有很香的泰式甜辣酱的味道 让杨先生拍照 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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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我们拍一张 这个成品 OK Thank you OK OK 搞定 好 这个就煎了 OK 所以刚才放一些粉 它就不会黏着 是 它不会黏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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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搞定 拿去分给大家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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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到很简单的菜 就煮出来了 跟着再来 我们会煮第二个菜 那个就是牛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再稍后再准备第二道菜 好